就是從網路上爬取金融相關的資料的課程 就是做網路爬蟲 那爬蟲的部分的話 有一部分其實可以從這邊爬資料 目前政府開放的資料 你們找一下裡面全都的資料集 目前就47000多種 OK 47000 其實很大一部分都是CSV 或者是如果沒有CSV 他也會提供CSV的格式 你都可以從裡面找 其中的話 我不知道跟各位有比較關係的 這上面可以找 這像金管會是不是 他有660種資料 這邊也有 或者你可以按照什麼呢 服務分類 這邊有什麼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 那你可以點選 這邊也有很多的相關資料 那投資理財的話 當然你可以 假設按照 瀏覽次數多到少的話 你可以發現 當然第一名的話就是什麼 這個 這個盤後資訊 各股的日程交資訊 各股的日程交資訊 這邊都有 它這個CSV檔 所以如果你想要抓下來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 就把它 抓到你的那個資料裡面來 不過可能會注意的就是說 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像這個什麼CSV這個 打開之後的話 因為CSV直接可以用 ysail開 你可以把它直接開起來 但是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亂碼問題 打開亂碼 如果你將來 假如說 遇到亂碼的話 怎麼解決 順便講一下 回去的話 資料其實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 亂碼的問題的話 我是建議呢你可以 直接 就是 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 特別主要像這個檔案 如果你要把亂碼解決的話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微軟用的編碼方式 是BIG 然後現在其他 像Google 或其他家 非微軟的 都是用YouTube吧 那所以兩邊一定是 編碼方式不一樣 所以 如果你現在只要遇到亂碼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就 因為它是CSV CSV其實是文字檔 你可以按右鍵 開啟的時候 你可以用記事本 用記事本來開 他就不會是亂碼 他看得到啦 那你只需要利用記事本 做一個過濾的動作 做一個轉碼的動作 另存新檔 把它的那個編碼方式 有沒有 本來是UT8 有沒有 像這個資料可能用 其他的自由軟體 像LibreOffice 其他Office 免費的那些 他存檔就會是UT8 那如果你給 Excel用的話 一定是亂碼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把編碼方式 改成 AMSI就可以了 OK 反正以後 你以後遇到亂碼 大概99% 用這個方法 幾乎都可以解決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是微軟跟其他的軟體工 他們沒有講好 那微軟他會認為說 反正我試占率這麼高 那我為什麼要 跟你們一樣呢 反正我有我自己的標準 我就走我自己的編碼方式 我不要跟你一樣嘛 造成你使用者困擾 不過當然對我們來說 不是困擾 可是對一般的人來說 就是困擾 沒有關係 反正你用這個方法 然後記得 編碼方式 把它AMSI按存檔 然後呢 是不是取代 把它蓋過去 蓋過去之後的話 你再重新開啟它 裡面的資料 再把A到J欄選起來 快點兩下 有沒有 裡面就不會是亂碼 就OK了 當然呢 如果像這些資料 他每天都會放在 他固定的位置 然後讓你去下載 可是如果是你每天要下載 然後打開的話 就要很大位置 所以現在爬蟲 就每天去爬嘛 反正 只要哪些地方有爬蟲 你就把它爬下來 然後爬下來之後 自己做一些統計分析 自己做報表 自己去判斷 判斷之後 如果有需要 人工介入 去做 後續的事情的話 那你再做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把這些 網路上有的資料 節點 通通把它抓取到 每天就讓它自己跑就好了嘛 所以你每天的工作 就是確定一下 那些資料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需要你要特別注意的 你就不用那麼忙了嘛 你就不用瞎忙 你就把所有忙的事情都交為電腦去跑就好了嘛 對 這樣子不就很省時間了嗎 很有效率嗎 OK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所以其實學習 下階段 你們要學的 其實還真的 不算少啦 不過 也不要有壓力啦 反正就是 就是長遠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希望 你未來 的 工作 是有品質的 有效率的 有成就感的 OK 可能我講的太 我是這樣思考問題的啦 所以我也是 分享給各位 那你就可以思考說後續 是不是要做一點什麼事情改變 然後達到一個正循環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如果你要下載一些 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做後續的統計分析練習的話 其實網路上有太多太多資料 可以做不完的 那當然除了開放資料 除了我們有 台灣版本的資料之外 如果你要找國外的 版本的話 其實他的網址都還蠻 固定的 台灣叫 data.gov.tw 如果你要到美國的開放資料的話 你就是data.gov 連線的話 就連到哪裡 連到美國的開放資料 如果你後面點 JP的話 對不對 點 K 可不可以了是 K KR 反正其他國家 只要是 開放的國家 都會有 那你也可以 去把那個 上面的東西抓下來 那你的這個 市場當然就相對的擴大 OK 所以這邊 TMA 美國的開放資料 他這裡面的話 一堆 也可以按照類別 你也可以按照他的 你要找的資料 或者搜尋一下 或許可以找到 你要的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繼續來看那個 有關問卷調查的部分 所以剛剛只是 補充 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 問卷調查 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一樣 開啟這個 問卷調查 01的這個 檔案 那你首先會遇到 第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思考看看 因為 一般的話呢 我們問卷調查 得到的結果 通常 因為是 他們問卷的資料 有的時候是 電腦產生的 或者電腦的問卷 那電腦的問卷 通常 會在 類似像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等等的 他不會直接放什麼 放他的那個 原來的名稱 因為原來名稱 太冗藏了 通常會放個 編號 或放個ID 那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要做出 分析表的話 假如說你一分析 它顯示出來的話 性別會變成A1 是男生 A2是女生 不對啊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情 而且這個藍位數還蠻多的 A 這到了什麼 到O OK 這麼多藍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 改成他 我們看得懂的名稱 我們看得懂的名稱 在哪裡 在清單 所以呢 這個地方 A1指的是男 所以一樣 這個地方需要用什麼 用 V的盤數 把 A1變成男 然後 A2變成女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年齡 有這麼多 有B1到 B4 OK 然後C的話也是這樣 到C4 然後 B OK 所以這麼多範圍 那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去做 當然我剛剛講過了 你可以用什麼 把這個 乾脆 這個範圍 取個名稱 叫什麼 叫做 性別 所以可以這樣做 Ctrl C 把上面這個 性別 Ctrl C 然後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A2到 B3 然後在上面 點一下 貼上去就可以 Enter 以後這個範圍 就叫性別 那這個Ctrl C 這個固定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範圍叫做 年齡 一時類推 所以這邊有好多 可能要做好多 好多 這個這個動作 那做完之後的話 假設 那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 改成叫 這個 男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 如果 要在旁邊 再插入一列 其實當然呢 之前我們是什麼 直接在 在性別旁邊 再加一個 這個 性別的欄位 那查出來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目前的欄數已經夠多了 所以喔 我是建議 Ctrl C 你乾脆把那個 問卷調查 這個工作表 乾脆再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 放到旁邊 那怎麼樣複製比較簡單喔 建議喔 你可以拖拉 加一個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意思是說 我要複製這個工作表 放開 放開不是放 放開 Ctrl Ctrl還是按著 就放開你的滑鼠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問卷 旁邊這個問卷2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 做練習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今天喔 前面這個是我的編號 後面就是我要查出來 所以將來 反正前面編號還是保留 後面是我要查詢的 好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把那個 問卷調查2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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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小技巧 還是盡量 都把這個 Ctrl-Shift向右 向下 OK Delete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按照剛剛的方式 來做 資料的查詢 那查怎麼查 所以啊 第一步請會把這個 乾脆定義名稱算 所以我剛剛講的定義名稱 反正以後呢 這一個範圍的名稱 就是上面這個名稱 所以 我們可以把上面先Ctrl-C 先複製這個名稱 然後呢 把這個選起來之後 在他的名稱 名稱的那個 這個 這個地方 貼上去就可以 教育程度 那這邊的話就職業 所以可能要做很多 多次啦 把這些 先把名稱定義起來 這個叫月收入 一時類推 那如果你這邊名稱都定義好之後 其實 你希望呢 假如你希望 可不可以一次性的全部做出來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也完全不用寫程式 但是你可能會需要學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呢 就是V的函數 第二個函數的話呢 就叫做 Indirect函數 OK 要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 這個可能要前面還是要做一點點 做一點點那個 土法煉鋼的事情 讓我先試一下 N Dialog 可以先試一下Dialog 先試一下Dialog 再來看 如果會做 Dialog